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通过YouTube及Facebook在全球同时线上播出 30多位明星来自非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 亚洲 被邀请参加此词上募捐音乐会并进行精彩的表演 由WHF做词作曲的和谐之歌 是由来自五大洲五种肤色的歌星独唱配合唱 以联合国三位首脑在UN60周年庆典敲响和谐中围开始 体现出人类保护地球 倡导和谐促和平 人与自然和谐的精神 世界和谐基金会小天使 15岁的高中生 Harmonie Liu为该演出做了精彩介绍 Hello Friends, I am Harmonie Liu, Ambassador for WHF 著名的中国南方闽南歌仔戏由台湾名华原戏剧总团 创新制作与演出 作为本次唯一代表东方的戏曲 被特邀进入本次公益音乐会 这是世界华人与台湾同胞的荣耀 歌仔戏是典型的闽南文化音乐 源于古代的古简、漳洲 后代台湾创新发展 并流行成为最受欢迎的闽南戏曲 该创新剧是台湾名华原戏剧总团 四代人亲必生之力 传承传统艺术92年 被国际誉为跨世纪的东方戏剧传奇 本次演出的特色是通过现代的声、观、垫、古美 把古代的彩色服装与人物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主要演员孙翠芬的代理下 演出成功举行 成为本次音乐会的一道分级线 为本次建设非洲移动医院的慈尚募捐 作出贡献 该节目是受到中美建销工程 美国驻联合国前代表团大使WHF荣誉主席 102岁的美国著名前议员Lester Wolf博士 此上嘉 两岸和谐积极推动者前台湾副首脑 也是WHF荣誉主席李秀莲博士 I'm the Honorable Hotea of the World Harmony Foundation 即WHF总部的推荐 才得到UN非政府组织 African Rise音乐会组委会的青睐 并特邀作为代表东方的唯一节目 台湾名华园戏剧总团团长 孙翠芬携拳击演员向全球表示 以下是来自联合国卫生组织WHO 对非洲的统计数据 一万人中只有一名医生 每一万人中只有40名护士和驻场士 非洲平均每千人约10张病传 非洲急需大量的医院配套 医护人员与设备 WHF与African Rise音乐会组织者表示 在本次演出后 将继续写和谐之歌与歌仔戏 走出国门到联合国193个国家 做巡回慈善公演 以和谐与文化促和平 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建设更多的医院而贡献 这也是为中华文化走出国门 挖掘台湾传统文化 促进两岸和谐统一 各国华人华侨携手大陆 与台湾艺术家共同为2035年 把中国建设为世界文化强国的公益行动 观众朋友们可以继续上网观看 并给非洲爱心捐赠 观众是www.epricarize2020.com 记者圈里人纽约报道